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气缸11喷油气泄漏是什么意思? 这是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DTC,通常适用于OBDR车辆。 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等的车辆。 尽管是通用的,但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年份、品牌、型号和动力总成配置而异。 如果装有OBDR的车辆已存储了代码P02C5,则表示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已为发动机的特定气缸,在本力中为Number 11气缸,检测到可能的燃油喷射器泄漏。 汽车燃料喷射器需要精确程度的燃料压力,以精确喷射的形式将精确量的燃料输送到每个气缸的燃烧室。 这种精确模式的要求要求每个喷油器都没有泄漏和限制。 PCM监视所需的燃油修整度和排气氧传感器数据等因素,并结合曲轴位置和秃轮轴位置,以检测稀薄状态并查明发动机哪个气缸出现故障。 来自氧气传感器的数据信号会警告PCM减少排气中的氧气含量,并影响发动机的哪个排。 一旦确定在发动机的特定排上存在稀薄的排气条件,则秃轮轴和曲轴的位置有助于确定哪个喷射器有问题。 一旦PCM确定存在稀薄状态并将受影响的喷油器定位在11号气缸上,便会存储代码P02C5,并且故障指示灯,Mail可能会点亮。 某些车辆应用可能需要多个故障循环才能点亮Mail。 典型喷油器的横截面,此DTC的严重程度是多少。 由于稀薄的燃油状况可能会导致气缸钙或发动机损坏,因此将P02C5分类为严重。 该代码有哪些症状? 故障代码P02C5的症状可能包括,发动机性能下降燃油效率降低稀薄的排气代码可能还存储了失火代码。 常见的原因有哪些? 该P02C5喷油器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喷油器故障和,或泄漏喷油器电路开路或短路氧气传感器故障PCM或编程错误质量空气流量MAF或齐管空气压力MAP传感器故障P02C5有哪些故障排除步骤? 在尝试诊断代码P02C5之前,应先诊断和修复与MAF和MAP相关的代码。 我想从对喷油轨区域的全面检查开始诊断。 我将集中讨论有问题的喷油器,11号缸。 检查外部是否有腐蚀和,或泄漏的迹象。 如果所讨论的喷油器的外部有严重腐蚀或泄漏,请怀疑喷油器已失效。 如果在发动机舱中未发现明显的机械问题,则需要多种工具来进行准确的诊断。 诊断扫描仪、数字福特、欧姆表、DVAM、汽车听诊器、可靠的车辆信息源接下来。 我将连接扫描仪连接到车辆诊断端口,并检索所有存储的代码和冻结真数据。 随着我的诊断进展,这将是有帮助的。 现在,我将清除代码并试驾车辆,以查看P02C5是否已重置。 如果代码P02C5立即返回,请使用扫描仪执行喷油器平衡测试,以确认湿火式喷油器问题。 完成此操作后,请继续执行步骤一。 步骤一在发动机运转的情况下,使用听诊器对有问题的喷油器进行声音监测。 应当听到可听见的卡大声,并按摩式重复播放。 如果完全没有声音,请继续执行步骤二。 如果声音太紧或断断续续,请怀疑11号气缸的喷油嘴有故障或被堵塞。 如果需要,将来自该气缸喷油器的声音与其他声音进行比较。 步骤两档发动机运转时,使用DVAM测试电压和接地脉冲。 大多数制造商在喷油器的一个端子上使用恒定电池电压的系统, 并在适当的时候将接地脉冲,来自PCM,释加到另一端子上。 如果在相关喷油器的连接器上未发现电压,请使用DVAM测试系统保险丝和继电器。 根据需要更换保险丝和,或继电器。 我喜欢测试负载下电路的系统保险丝。 当电路未加载,要是接通,发动机关闭时, 看起来不错的保险丝可能会因电路加载,要是接通,发动机运行,而失效。 如果所有系统保险丝和继电器均完好无电, 请使用车辆信息源将电路追速至点火开关或喷油模块。 如果适用。 注意,在测试,更换高压燃油系统组件时请小心。 在测试, 按摩分 desk,要是接通,要是接通。 按摩分析丝,要在测试,的区 band里边按摩溜。 说明、关于它温度的阵子。